那么听到这边为止 我们希望大家来动动的 我们介绍了很多不同的脸孔的讯息 然后我们也可以从脸孔 读出来很多生物性或者是社会性的讯息 这边我们就要请大家动动的 发表一下你的意见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都能够上网到我们的讨论区 来谈谈你的看法 那要谈什么呢 就是说你认为在辨认一张脸的时候 到底哪一种或者哪几种的讯息是最重要 听完我们刚才这个介绍 大家思考一下 或者也许可以分享一下 比如说生活的经验 觉得你会受到哪些讯息的影响 以至于说有的时候你辨认出来有一张脸 有的时候就变成辨认上非常困难 欢迎大家来上网发表你的看法 来一起动动